你眼睛是有掌聲的 看完怎麼樣 很讚 真的 發自內心的嗎 我覺得 重點是看完了之後真的會對 我們聽上的朋友 更深一層的認識 對 更深一層的認識 了解他們面對的現實 跟困難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參加 好看一下好一下台北 你看完怎麼樣 好好看喔 而且從今天開始 有那個三個演員的戲 我都要follow一下就是 彭彥的小生 還有另外兩個女主角 陳奕涵讓我有點嚇到 我覺得 真好看 然後覺得 這部戲我決定要推進我所有的好姐妹 有沒有決定要重出演戲的 那倒沒有 對 還好 她很瘦對不對 超瘦 你們看完覺得怎麼樣 覺得很好看 而且覺得就是很少的電影 就是愛情 男女間的愛情 跟那個姐妹的感情都很強調 就覺得這部電影真的很棒 而且又有狗語的部分 就很像學 你有哭嗎 有 我前面就哭了 想到妹妹了 就如果有姐妹看了一定會覺得 真的要好好珍惜有什麼姐妹 又要哭了 就很好看啊 大家一定要看 那妳呢 看完以後 我想要吃天貨哥哥的愛心便當喔 那就真的很感動 整個打敗我原本的心理國片第一名 現在聽說完完全全就是登上了榮譽 我的榮譽榜 希望帶大家多多支持 聽說喔 看完覺得怎麼樣 非常好看 非常感動 而且我們在前面的時候 就是你知道我發現 就是大家在拿完之後 過去一點量 拿衛生紙的聲音 然後我們就一直在找衛生紙啊 然後跑進去 然後他還吃了大蒜 他吃了大蒜好臭 你知道 在感動之間還就是有一種大蒜 對阿 這是電腦的阿 而且他看來這部電影好像想談戀愛 而且就是他裡面可以很清楚 因為我原來就是一些 最農人的生活習慣是什麼 會覺得更能夠跟他們接近 對阿 而且如果海角是要是2008年 就是最順還原電影 那我覺得你不能錯過 今年2010年 就很清楚 而且我覺得這部片 就是我唯一 我的一個來表現 就是 感動耶 怎麼有點A阿 哪裡有A阿 很感動耶 感動怎麼比 是這樣子啊 感動是這樣子 到欣賞嗎 到欣賞嗎 對到欣賞 又有感動 但是因為要加強他的感動程度就很難 加強 臉要這樣撞 這是舒服 舒服 舒服有兩種 舒服 陳一涵比的是這個舒服 天過比的是 舒服 這個舒服就是臉很舒服 所以會犯一下 那通常他們就會舒服 我都舒服了 好 我看完以後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 你先進一點 好 因為最近 因為主持 聽賞奧運的關係 那我 有徹底的想要去了解聽賞奧運 然後就是聽賞朋友的內心世界 然後不斷的在學習 那這部電影讓我 迅速的感受到他們內心啊 其實從小到大碰到的挫折 那 我覺得在裡面 今年金馬獎 可能是12月會宣布 那 我相信這三個演員都很有機會 尤其是 天過哥 彭怨應該會入圍最佳男主角 如果沒有的話 明年繼續努力 但 他們三個人的演技能 我 經驗之外 我會覺得 聽賞朋友會 覺得 有他們三個這樣子 表現出來是 感到很榮耀的 聽賞奧運 9月5號到15號 好 之餘呢 一定要進戲院看 聽說 好不好 麥克風來不及架設啦 哇 好看